结果呢 你又把隔壁的鸡给砍了 而且你还对别的妇女污染了别人 结果他因为酒界 所以前面的沙 盗跟淫三个界都破了 所以为什么呢 尽量呢 他是有开车吃饭 不过我觉得要避免 甚至呢 但是假如酒的话 我听西藏的人伯切 很多开市 酒界现在也开源 因为在很多婚礼或场合都要 Everybody toast 对不对 敬酒 那一点点没有关系 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不要过量当 让你失去理智就对了 所以为什么世间的法律会指 酒后不可以开车 这是有道理的 下面 师父请问书信上有佛像可以烧吗 你看 一样的问题 你的动机是什么 假如你这个书信上的佛像 已经要回收的 那你当然可以烧嘛 你动不动不要跟他 哎呀 你烧佛像会堕地狱啊 他的心不是这样 听好 这些东西是无违法 总有一天都会沉住坏空的 假如这些经书或佛像 或你供的佛像已经破破旧就不能 那当然就recycling 把它烧掉 然后把纸灰呢包起来 阴光大师在世的时候还要教人家帮他放到大海 现在回收很多嘛 所以重点是你的动机 假如你起了恶心 是呢 要毁坏人家的佛像 比如说太太学佛 你就把佛像摧毁 那你是会堕地狱的 所以关键还是在你的动机 因此这样 所以很多人的传单 或是呢 很多的佛教文宣 就最怕印佛像 可是西藏的很多的文宣里面 都很多印的探卡佛像 都很漂亮啊 所以关键还是在你的动机 怎么用 下面一个问题 师傅请入进入佛堂或研讨班的时候 女居士可以穿裙子吗 是不是一定要穿床裤呢 裙子当然很好 最好过期 希望你不要穿迷你裙 为什么 你到底来诱惑谁啊 穿长裙 长裤是比较好 尤其禅修 男众女众都要穿运动的长裤 第二 师傅我在素食店 帮一位出家的尼姑包饭 其实不叫做尼姑 出家的尼师 这才比较礼貌 但不小心放得不好 他却破口大骂 我就放得不好 他是否发了无名火 我因为有研究佛法 在道场中上佛学班 而他却说我看到他的过失 为什么一个出家的师傅 会对我做的行为这么发脾气呢 请问我这样说出家人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果报 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 一样的问题 你起什么心 假如你看这个出家人 是不好的 第一个 默病 不要讲话 我上次说过 莫法师大 在家出家 龙蛇混杂 凡胜同居 遇到好的出家人 应该给他鼓励 遇到这个道场 是弘扬正法 像大飞中心 应该护持 遇到假如这个出家人 只是自己享受 自己住得很大 你不用去护持他 他比你还有福报的 所以我觉得 佛弟子在家人 你要选择 学习正法 你才能够判断 至于第二个 所谓讲出家人的过失 是指起恶心 故意夸大 用传播媒体 甚至两舌恶口 这个才叫做 毁谤出家人 像你这样问我 并不没有 所以不要动不动 就用戒律去吓别人 我觉得很多连友 学佛本来很开心的 很自在的 当然我们要遵守戒律 但学佛不是像你呢 这个也不能 那个也不能 这个也不能 那个也不能 那谁敢学佛啊 通通都跑掉了 心地最重要 你要问你什么念头 motivation 你的动机 你的intention 第二个 你可能要体谅一下 修治他交换 可是可能那天师父 就是因为很忙 请你去包饭 所以那天他可能很急 所以多讲你 举举比较重 那你觉得你没有错 下一次呢 你就找个机会 跟师父忏悔 说师父抱歉 那天我没有恶意 可能让你不高兴 可能他那天 心情也不太好 出了家 并不代表他就成佛 你们也应该给师父 鼓励跟尊重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 优点跟缺点 我记得在台湾 有一个例子 我们黎明中 就是有一个出家人 他头了癌症 非常非常的痛 痛到呢 在居士面前 就把衣服这样撕光了 他说 师父啊 你要庄严啊 你是和尚啊 对不对 你不要忘了 你的威仪啊 天啊 那时候你还在 跟他讲威仪啊 那时候他cancer 都已经来不及 你不想办法 让他舒服一点 或叫医生 然后就 师父啊 你要庄严 庄严 那时候是牛头 不对马嘴的 对不对 师父也是人啊 对不对 接下来 下面 请问 我给你们建议 有时候你们问我 佛法 引经文 要引完整一点 你随便引有寄送 我不见得每个都读过 他说 请解释 什么叫 龙天齐鹤 朝阴送 泛海生辉 花飞 少一个字 我也不知道 你在写什么 他可能想一个对联吧 天龙八部 共同来赞叹 这个唯妙的 妙法连华音 像海朝音一样 泛海生辉 泛是清净 清净的大海 会生起 无量的光辉 这样子 请问 大悲咒 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是否是一样 答案是一样的 大悲咒是长咒 六字大明咒是短咒 因为有时候 与朋友结缘 告诉他说 大悲咒太长 可否先念 六字大明咒 跟他结缘 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 告一个段落 我突然想到 我还有两桩事没有讲 其他的问题 我会想办法 用网站 给大家回答 最后 讲一个故事 鼓励大家 吴卓菩萨的故事 吴卓菩萨 在世的时候 他一心一意 修弥勒菩萨法门 他吴卓菩萨 曾经做很多的论点 但是他一心一意 想见弥勒菩萨 结果呢 他就到深山里去闭关 好好的每天 礼拜 弥勒菩萨 送弥勒经 然后念弥勒菩萨的咒 咒业礼拜 结果一天 两天 一年 两年 三年都过去 六年了 他都没有看到弥勒菩萨 他突然很失望地说 哎呀 大概我业障太重了 我看不到弥勒菩萨 算了 我不要修了 他就从山洞呢 闭关的地方下去了 然后就走了 走着走着到村庄里 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家 磨着铁杵 铁杵知道吗 很大很大的铁 他一直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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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过去很好奇 这位老人家 你要做什么 他说 我要把这个铁杵磨成绣花针 那么细呀 他说 怎么可能呢 他就看着这个师父说 怎么会不可能呢 我穷尽我一生的生命去磨啊 我一定也会可能 把它铁杵磨成绣花针的 这时候他听完这段话说 哎 这个人很有善根哦 你看 他世间做这么事情 都还有恒心 我呢 六年的修行呢 就退了道心 我大概应该再回去呢 再闭关一下吧 他闭了关以后 就回到山上 又去用功了三年 拜梅勒菩萨 念梅勒菩萨的祭送跟遗鬼 念梅勒菩萨的经 一心一意呢 想见梅勒菩萨 过了三年 时光很快速 结果又没有见到梅勒菩萨 这时候他又很失望 又出来晃啊晃啊 又到了村庄去 他看到了一个老人家 老人家做什么 拿本机 还有一个扫把 小小的瓢 就这样扫 然后呢 他说老人家你在做什么 他说啊 我家就在旁边 旁边有一座山啊 刚好挡住我们家 风水不太好 我要把整座山给他铲平 给他搬走 他说怎么可能呢 他说怎么会不可能呢 我一辈子的座 总有一天 我虽然是老骨头了 可是我只要怨心 这一瓢一瓢的泥土搬 我一天一天的搬 我总有一天会把这一座山给搬光的 他听完以后他就赞叹 哎呀 这个人的精进力又比我好 他又回到山上说 我再闭关三年吧 六年 三年三年 几年 十二年 十二年呢 他很努力很努力 到十二年快结束圆满那一天呢 他还是流着眼泪 大概我业障真的太深重太深重 我还是没有见到弥勒菩萨 算了吧 我就回家吧 结果这时候已经夜蓝人静了 非常的黑 可是一轮皎洁的明月 他就走出去 然后他突然听到了一声狗叫的声 嗚嗚 叫得很凄惨 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叫 他想奇怪 这么晚了 怎么会有狗呢 他就跑进去拿了蜡烛 就跑出来看 哎呀 我门口前面有只狗耶 糟糕 那只狗身上长满了蛆蛆耶 身上都是蛆蛆啊 窗啊 流血啊 他看起来深了悲心 无浙菩萨没有出家之前是医生 他知道呢 这个蛆蛆啊 我不能用夹子去夹 一夹的话 蛆蛆会死的 对不对 那我有什么办法 用舌头去舔 他呢 听起来很恶心哦 对啊 可是他升起了悲心 他本来想说 我要不要舔呢 动个脸头 算了吧 那么脏那么臭 对不对 我还是走了 就要转头的时候 狗带到 梦梦梦梦梦梦梦 就把他叫回来 叫了回来 他想说 哎呀 众生无边是愿度啊 前面有一只狗啊 对不对 我怎么去不关怀他呢 他就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用舌头真的舔 那个身上的曲曲 然后再把他吐出来 第一次觉得很恶心 他捏着鼻子这样 这样卷 然后呢 可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个 在吸第二次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哎 怎么变香的 继续吸第三次的时候 哎呀 那个狗摇身一变 弥勒菩萨现前啊 这时候他想 怎么你这个老人家 现在才来啊 我等你等了十二年 你跑去哪里啊 对不对 我那么想念你啊 你怎么都不知道呢 他说我知道啊 从你发心拜我的时候 我就在你的头顶上啊 我就在你旁边 我也跟了你十二年啊 他说 为什么我都看不到你呢 对不对 梅勒菩萨跟他说 那是你的业力啊 你的业力障碍了 就像你戴黑色的墨镜 你是看不到太阳的 对不对 我十二年来 我没有一天离开你的 我每天都在你旁边啊 对不对 我也希望见到你 后来呢 我入定了 我在关你无量节的神通 你过去曾经当过狗王 你很喜欢狗 所以我就变一只狗 来让你生起大悲心 本来你还不是要绕跑的吗 我忘忘忘 把你叫回来了 你知道吗 不但狗是我变 在村庄里那个铁杵磨成 绣化身的那个老人 也是我变的 那个呢 要把山啊 用一瓢一瓢的土 移开的 也是我神通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变成狗 在你那一刹那之间 你完全不执着的时候 大悲心升起的时候 你跟我慈心赞美相应了 所以你看到我了 这时候 无浊菩萨非常的惭愧 弥勒菩萨为他说法 他就流眼泪跟他忏悔 然后弥勒菩萨就会让他说声 大胜的经典 然后接他上身 兜率内月 而作为弟子 然后听他说法 后来他又回到印度 继续弘扬佛法 我讲这个故事 很有很深的意义 我们大胜佛法里面 每个人都希望要念佛 我们要念观音 念弥勒 不管你拜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 弥陀 药师 或阿弥陀 我们常常对佛菩萨 没有兼顾不动的信心 弥勒菩萨说过 当你念我的时候 我就在你头顶 我在你旁边 当你念观音的时候 观音菩萨也是千百亿化身 都在你身边 只是呢 你都没有看到 因为你的业力 就像你像眼镜一样 还戴着黑色的墨镜 你看不到外面的东西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而退了自己的道心 无浊菩萨能够六年 三年 三年 十二年闭关 请各位 请问各位 我们要相互勉励 我们曾经对一个法门 真正用功过十二年吗 不容易 这是勉励大家的故事 第二个我有一个感触 我知道最后待会你们会讲 谢谢法师 请法师来新加坡继续红法 然后就这样子 那我只能把持微笑 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我的想法 讲给大家听 新加坡的灵友是真的很有福报的 我真诚地赞叹过 是你过去是修的 也是今生修的 但是新加坡的福报 大部分都是不失福报 跟供养义工 或慈善事业的福报多 所以新加坡的人呢 每一个都脸圆圆的 放假的时候呢 可能呢 这个讲经讲完 就全世界飞了 去度假了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的灵友 应当继续精进 发愿 希望应该有更多的善知识 来这个佛国土 来这个宝岛 这个岛嘛 来弘扬正法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不管是你来会课 或你们问的问题 你们很想学佛法 但是容我说一句真诚的话 你们都不太懂得 道次第 东抓抓 西抓抓 这个法师来听一听 那个法师听一听 用这个法师的问题问他 那个法师的去问他 听好 新红法师的问题问我 不要去挑战别的法师 真的 你有问题问我 我不能 我也会想办法 满你的愿 不要用我讲的佛法 去批评别的出家人 这个不是我来新加坡的用意 很多新加坡的联友 都听到了佛法 知道说 原来佛法这么殊胜 南传北传 藏传是没有冲突的 血密是圆融的 所以新加坡的人非常的精进 这就是感动我 为什么我来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你们学习佛法都没有什么道次第 你常常求师父来 我反问你 假如 假如 不是真的 假如 if 你真的来学的时候 教的时候 你真的三个月都能不请假吗 英文讲 Are you ready?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not ask master 你希望师父来 你希望善知识来 你要假如呢 所以 我有想到 我已经来了很多年 可是我觉得 大家真想学佛法 但是大家 对于道次第 都不太清楚 时间也很有限 大会工作很辛苦 租场地费也很辛苦 所以我每次回去 心脏都不太好 这是开玩笑的 心脏是压力很大 你们压力很大 我的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你看 我真的很用心 大会进来要放幻灯片 要音乐 然后呢 要进来又放幻灯片 还要准备讲义 对不对 还要投影片 对不对 还要回答问题 对不对 我真的很用心 我真的很真诚说 我不求什么 因为我觉得 法是很珍贵的 我做我应该做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昨天晚上我四点睡觉 我在打后面一期的幻灯片 我不会随随便便 挺好 我不是指别的法师 我是指我自己 我觉得法是很尊贵的 所以我没有准备好 我是不太来赶新加坡的 好 就算我来新加坡 你们真的有心学吗 所以我觉得道次第 是大家很大的问题 我推荐一下 你想一想 但不一定答应 如果音源成熟 我也会发心 这边是白教的 刚波巴大师全集 是伟大的贡格佛爷 前世贡格佛爷的弟子 张成基翻译的 从藏文全部翻成中文 这是白教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以它有非常多 从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一共有21章 讲到大手印 同时我来新加坡 我都会考虑到年轻同学 所以年轻的朋友 所以我都会想 每一个最好都有英文翻译 目前有很多很多的 刚波巴大师的道次第 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真的音源前熟 我愿意来三个月 每一个礼拜 二跟四这样公开演讲 就从道次第第一章开始讲 我重新打换灯片 事实上我在台湾 已经教到他们 下世道第六章了 我回去以后 要开始继续讲 第七章 对象不同 当然讲的深浅不同 所以我觉得 一个礼拜来讲 两次 二跟四 假如大背中心 或音源哪里成熟 然后接下来 我想开佛学研讨班 佛学研讨班 因为人非常多 所以我只有一个方法 用考试 没有办法 对不起 然后开初中高 一班最多50个人 我亲自教 我会带助教来 不是我讲 我问你讲给我听 比如说 什么叫三宝 什么叫皈依 什么叫不皈依 你才会用功 而且每个礼拜 都要读书的 挺好 我台湾的学生 为什么他会感动 让我教 是他真正深入精湛 我每次讲完残官 今天的作业 回去就回去做 我讲完一期以后 我是要考试的 这样子逼你们 才会用功 这才叫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只能一班教50人 三班最多就150个人 其他人对不起 stand by 排下一批 那只有办法用考试了 而且我150个 我要改考卷的 甚至我会一个一个 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会一个一个 每天见面 一个人至少30分钟 我要见150个人 我这样子的话 我才对得起你 那这样的话 三个月来这边 对不对 讲 你看哦 假如一个礼拜两次 一个月就八次 三八就二十四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到次地讲 明年如果姻缘可以 我再申请 再来三个月 这样连续 一二三四 五年的话 才会讲完 整部的论点 那才有可能 能够回答 你们的问题 当然在讲之前 我觉得共修 也很重要 所以我这次 单排奖金 也是带大家 共修跟发愿 一千个人一起共修 那是很大的功德 这是我的愿心 所以你要请师父 红法 你要心稳 我准备好了吗 不能我来 那你就飞啦 对不对 报名第一天 第二天师父生病 第三天我出差 那不能这样的 你真正为了 求法而来吗 我想各位想一想 好不好 这是我的想法 最后你若真的吗 那就请你发愿回向吧 假如我没有往生 极乐世界 还有缘的话 我会尽量发愿 满众生的愿的 好 这个最后 还是所有的感谢 感谢再感谢 感谢大悲忠心 也感谢净土半音 所有义工 也感谢各位 好 今天就讲经 讲到这里 来 最后我们还是要 发愿回向 最近听说这个 Jataga好像地震的人 好像死亡的人 越来越多了 听说已经超过五千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很有福报 还能够来学习正法 请各位一起合掌 然后我们真诚地念回向文 好 请合掌 我想最后一次 大家可以一起念 不要急 慢慢来一起念 请合掌 用心观想 请一起念 以我久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资良 未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慈敏垂涉池 去足教以最甚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悟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久远 教法圣法为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墮 愿于彼处心大悲 显宏利乐之宝萨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饶意诸愿泄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缘 尽除人非人为缘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实方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以佛众慧闲清静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亮光 现前受我菩提祭 蒙彼如来受祭矣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横无尽 我此普贤书圣行 湖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七天的讲座到此圆满 谢谢各位 也愿以此回向的功德 回向一切苦难的众生 也回向地震的众生 愿一切众生皆成佛 今天七天 乃至于今天的讲经就到此 就近圆满 讲义可以带回去 也希望大家为自己 为一切的众生 精进地学 妙法莲华经 安乐行品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本节目 是 感谢观看